你再有钱你挣一千万一个月比如说 他吸个烟他都不行 他那一碗你毛病给人家干不了的 谁让说你别吸的 我给你三千万 八千万也不行 东北大叔来乡亲 霸气侧漏有原因 张嘴就是几千万 东方说都没这么干 不知道大叔是在梦中遨游 还是沉迷在酒中停留 辛苦老铁们先点个赞 东瓜带您往下看 吃烟烟 贺大叔放铃63里 退休金五千五百家 没有独立住房 说实话 这节目组要是不介绍 我还以为他今年83呢 大叔说话扩量头顶增量 咋看都是绝顶的聪明啊 果然大叔和红娘刚一见面 就对今天比他晚到的红娘 输出了一波关于珍惜时间的道理 时间重视珍惜的话 他从别的角度都会去印证对待珍惜 这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 这就是一种信誉 是啊 虽然事情随小 这是门神里卷道神 话里有话啊 要我说 这小红娘也真是的 你咋能让大叔头顶的大太阳 等这么长时间呢 其实红娘也挺委屈的 不是自己迟漏了 而是老头找老伴心切 提前一小时就来了 自己早早来了 你这灌水呢 得了 大叔你就赶紧说说 你对未来老伴有啥要求吧 期待就是两个人和和其其的 能完成今后老年自己的里程 不要拿金钱地位衡量这个爱情的东西 就是平平淡淡的 一周 一茶 一饭 该说不说 跟文化人搞对象确实不一样啊 老头可谓是金句贫出 几句话就把个人的才华展示出来了 这造型 这才华 把自己的气质拿捏得死死的 但是对于大叔的想法 我也是有了一个初步的判断 要求女方脾气好 任劳任怨才能平平淡淡 你还别要求啥太高的物质生活 粗茶淡饭才能携手共建 毕竟是晚年生活 每天有个人陪伴就行了 老头说了 你别看我头发少 但是套路多 等会就给你表演一下 啥叫料事如神 看人如物 我是世界级洗礼大师 阔虎自封的 几句话就能把一个人性格 拿捏得死死的 很简单 这几句话 几句话就能了解啊 这基本值得啥类型的 行了 咱有钱不买收音机 今天就看大爷怎么吹牛逼 来 再试一下吧 赵大姐方林五十七里 有车有房 每月工资七千家 接下来就请老铁们一起欣赏 赫老头的高光时刻吧 首先是自我介绍 我铁路退休了 咋一句话就结束了 这也不对见到大爷 咱那慷慨激昂 滔滔不绝的气势呢 再整两句呗 不然赵大姐理解不了 你想吹牛逼的点 你起不正常单位 对 那单位企业了不得了 确实是 大企业 一晃退三年了 让你介绍你自己 谁让你介绍你单位了啊 当看到大姐咽然一笑之后 老头傲娇的气质 不由自主地涌出水面 自豪感已经毫无保留地 占领了高地 画匣子一打开 就压制不住我的才华横溢 我的艺术造诣 必须要在你面前显摆一下 老爷子我九岁学习书法 那在书法界是相当有名气 喜欢书法 书法来讲 从九岁开始 那您在书法造诣上 应该挺深吧 造诣呢 反正也拿过奖 拿过奖 常务市来讲 搞书法这些 这些大家 我反映都认识 咱们这个大石头科 才远你知道吗 就是广播建策 我们广播建门口的大石头 那是原先我的 老头果真不同反响啊 那看来确实不是一般人 不过大爷说了 那石头上的字 是我的老师提的 你这大喘气我也会啊 吉林跑出来的小子 是我从电视上看见的 昨天彩票中了一个亿 是我做梦梦见的 老头咱能不能不提别人 咱就说点自己的事行不行 是跟你相亲 还是跟你老师相亲啊 老头说了 大妹子你别慌也别怕 别看我优秀 但我要求不高呢 我这光鲜绚丽的身资下 却有一颗脆弱无比的玻璃心 有可能是吗 突然你看这周围啊 老年人啊 老头老太太该出去溜的 你看看那个石头就想一想 那过马路怎么 手牵着手都八十多了 羡慕师父 羡慕 这个石头就想了自己事了 别的老头都手牵了 为啥我这黄金优质单身老头 就没老太太赔呢 如果不抓点紧就排不上号了 万一分不到合适的老太太 那我不就开不了第二春了 只能一个人独自哭泣了啊 一想到这老头就无比的害怕 万年怎么出锅呀 一个人 哎呀太可怕了 贺老头的内心焦虑 害怕孤独 大姐听后也没啥触动 毕竟找老伴还是得看缘分 不能逮着个人就坑啊 着急不来 两人坐下后 老头就开始 唐僧四习呢 接受这个人了 你就得包容他 看待人吧 不要老看他优点 去亲爱他 合不合适没关系 咱们学会包容就完事了 什么问题都要先包容 这就叫伟大 首先呢 最伟大的男女就这样 郭沫洛说过 当你说是在看到这个 男同志女同志 这个家 他这个缺点的时候 你能真正去理解 献出来 爱情出来了 好家伙 把郭沫洛都搬出来了 大叔你这是没事 就想掰扯一下自己的文化呀 但你别忘了 大姐可是一名教师哦 你再有钱 你挣一千万 一个月比如说 他吸个烟他都不行 他喝口酒都不行 那放心 我说大叔啊 咱们先把其他的放下不谈 你要真能挣下个一千万 别说抽几颗烟了 酒都能让你随便喝 可问题是你也挣不到一千万啊 你拐弯抹角的唠了半天 大姐都快竖完地上 有几粒沙子了 你有啥让人难以接受的缺点 就直接说呗 要说老头也是挺难的 就抽烟这么一件事 足足磨叽了二十几分钟 但是大姐一点也没惯着 一句话就给老头秒对了回去 老头瞬间就蒙了 看来今天还是铺垫时间短了 没能给他绕迷惑 回头我还得上网搜索萌圈十三招 怎么能在短时间内 简单高笑地说服女人 今天也只能跟你硬杠了 那我这吸烟这么多年了 它就是一种 生活上一个小寄托 也抽的不是烟 也抽的是寂寞 是精神上的寄托 不让我抽烟 等于断了我后半生的恶趣 让我戒烟 就是扼杀我的思想才华 这个要想记忆的话 那是不可能的事 我知道我有缺点 我也知道吸烟不好 但是希望你能用我的心去包容 我有缺点 但是我就不敢 你说气人不 包容不了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你这种没吸过烟的人 根本体会不了我们的乐趣 我就是生活愿意来 在家里愿意来吸喝烟 喝点茶 是一种人生自我 平常享受 就是吸喝烟的时候 喝点水的时候 想想人生的 这是每一部分过程 一思考 这种怀旧心 那特别的有人生 价值为了 咱们不服山 不服水 就服大爷这张嘴 你不是铁路退休的 你应该是铁嘴退休的 把抽烟说得如此有实情话意 把当老师的赵大姐都整无语了 就有点想不通 说为啥被你吸烟才能想 不吸烟不能想 老头说了 你想不通就对了 你的想是冷静思考 我的想是腾云架握 你想出来的是现实期待 我想出来的是梦境真好 红娘看到这也着急了 咋能在这个话题上降服完了呢 实质性的问题是一点都没提 要不我出个折衷的主意 咱别个屋里抄 总行了吧 他阿姨说了 就是允许另外一半吸烟 但是吧 就是离他远点 他别在家里 没法一家人来讲 应该什么都跑去 他是和谐的家族 大爷说了 你这小红娘是在开玩笑吗 咱是一家支主 干啥都去外边整 咱还是男人嘛 这以后出去了 那帮老哥们不得笑话我 我现在就给你举个例子 你拼 你细拼 那就是我有一哥们的老伴 不光不反对抽烟 还给低烟点火 老太太跟老头 哪可以啊 你低个屋里头 他那就是一种享受 哎呀 那个感受 那简直是上帝 我懂了大爷 你的意思就是 你拿我当皇上 你才能是皇后 你拿我当上帝 咱们的生活中 才能有天使 大姐眼看着情况 当老实的劲就上来了 我今天高地给你教教大道理 那你没想 就是说你心烟 对方心二口烟 对对方的身体有什么相 老头一听就不乐意了 你几个意思啊 我咋伤害你的身体了 我这抽烟的都不怕 你吸二手烟的有啥可害怕的 那是肯定有样 本身他自己都受影响 大妹子 你的心情大哥明白 你就不是我的菜 重新找个老太太 点烟地就把我 就不拱你这大白菜 你先别打岔 我得把话唠诀 让我唠完 哎妈 你是自私他妈给自私开门 自私到家了啊 牛棚子里养鸡架子怪不小呀 接受你就必须接受你的不足 就你那条件 那是湖南到河南南上加难了 还有啥次得提条件呢 要说这老头挺双标的 这刚说完接受对方 就得接受一切 但是马上就开始了 打脸现场了 大姐刚说自己在跟女儿一起住 老头立马就看不惯了 首先来讲 有的很多人要没有住房 跟二女一起住 这也产生了两个人沟通的一种障碍 老头你还挺难伺候的啊 大姐就非常不理解了 老头说了 大妹子你先别着急 我来说说我的房产情况 肯定让你大吃一惊 首先呢 我有房子 但是我的房子呢 已经过户到孩子名下了 好家伙 绕了这么一圈 机脑不平的 原来是想去送女方的房子住啊 咱说大爷 之前把自己吹得牛逼哄哄的 开口就是一千万两千万的 那是金巴不为币吗 大姐也是看明白了 这老头就是面子货色 我必须反将一军 那你还能说你小老伴 然后你上女方家住 那不能 你就是啊 这我就好奇了 那你找个老伴住呢 总不能把天围背 以地围床 山川卷帘 星月同套 勇闯天涯 四海为家吧 不过呢 老头说了 只要思想不滑坡 办法总比困难多 找老伴的话 肯定是有办法 这是烫熟的鸭子 嘴还硬啊 好在今天的大姐经济独立 对房子毫不在意 要不隔东北大姐的气势 高低给你扒一层皮 住哪个无所谓 我本身我房子也不少 我自己有的 有独立住房 对啊 我有独立住房 而且好像一般人 没有我独立房 大姐说的那是相当有实力 硬气十足 底气爆表 独立住房面积不小 多大的呀 156 一个人住156平的房子 对 所以说我不在意 说谁家有多少个房子 跟我东西有关系 老头也是非常耿直 你不用跟我俩得的瑟瑟的 我是能被金钱所诱惑的男人吗 不 我不是 你有房又能咋低 别说你的房子是156平 就是651平 你不让我吸烟 那咱俩也是不可能低 叔叔我再跟你问一下 房子到底是谁的名 房是我的 但是你 我女儿也知道 老了之后你找我是儿女的 就这么简单 然后儿女到底同不同意 您找老爸 同一招 因为我 你太看好 我真的这么说 那没 没看好 你就实话实说吧 那我不能直接这么去说 要我说 这老头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这么好的大姐 都没能入老头的法眼 那还能怎么着 还是换个人吧 红娘看老头没房子 于是直接找了个开公司的大姐 没料到的是 这两人见面后 大爷直接秒怂了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了啊 我是爱你们的东方 咱们下期继续分享 落寞的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